各位好,我是联合大學能源工程學系的薛康林 在這個單元呢,我們要講到是 那個旋轉電極它的一些基本的應用 這其實有不同的應用,這邊是講一些個人過去做的一些經驗的一些基本應用 那其中一個呢就是 IR跟Mask Transfer Correct Tuffle Equation 也就是一般我們的電話環上面 我們常常會希望說拿到畫出那個Tuffle Tuffle方程式,那個把那個EI Curve 電位跟電流的那個曲線呢,或計畫曲線呢 我們希望從計畫曲線這邊 能夠把它找出它的反應動力參數 比如交換電流,或是那個電荷轉移係數 那這些呢,通常在實際上實驗的時候呢 不太容易得到,因為在真正的那個電化學那個實驗中 常常建設整個系統 電話測試系統裡面的內組 還有它的一些攪拌不均造成直傳 那這些呢,剛好 旋轉電極都可以把它克服,然後把它校正回來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一個基本的,大概的應用 這邊我們想說,在這邊右邊這個圖呢 等於是電極電位對電流的一個做圖這樣子 那這個做圖的話呢,比如說我們這個旋轉電極 在不同的攪拌速率下面 這是一個可逆反應 所以說再往這個正的這個電流下面 或是再往負的這個電流下面呢 我們都會有它的那個電流都出來 就是說一邊是,這是一個可逆反應 那在這邊呢,不同的 這邊故意假想說,在不同的那個 電極的旋轉速率下面 攪拌速率不同的話 那我們就得到不同的它的那個曲線出來這樣子 那這邊呢,我們從前面來看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 從那個kinetic current在這上面 電極上真正偵測到的話呢 是這邊這樣一個電流 就I等NFKECB 那前面,後面這1-IM 就前面一個單元講到 就是說這個實際上 這邊這一塊就等於是它的CS 電極表面上的濃度CS 那我們那個前面把它轉換呢 可以把它轉換變成這樣一個單位出來 這樣子 就電極表面的濃度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式子來代表 那這樣子,這邊這個呢 我們可以說 這個裡面的KE呢 實際上就是Tuffle Equation裡面 這一塊在這個地方 那個α NF ε RT 在這邊這樣子 這個就是說 這個 這個反應常數 在一般的化學反應 它是一個常數 它只是溫度函數 但是在電化解面 它也是一個電極電位的函數 所以我們這邊把它用Exponential α NF Eta RT這邊來看 那這個 Eta呢就是它的過電位 電極的過電位 然後呢 在這邊我們再引進另外一個電化學反應常數就是 I0 I0這個呢 等於是就是交換電流 這樣子 把它帶進去 那在這裡面等於是NF K0 CB 那這兩個我們帶進去呢 這個式子我們就會化解 變成這樣這個形式 然後呢 我們兩邊都 叫做同取對數 因為對數這邊的話呢 這個Exponential這邊這個項呢 就可以把它拿掉 所以我們這邊同取對數再重新排列一下的話 我們就得到像這邊這個式子這樣子 然後這個地方呢 這個Over Potential 就說是Eta這個地方 這個值 這個Eta這邊 這個值 Over Potential 我們可以等於是那個 1-10 就是離開平衡定位多元嘛 那我們把它帶進去 這個的話我們重新排列 就變成我們可以把這個 原來是 電極的電流 我們可以把它換成說 這個電位 這個電位 對這個電極電流的關係 在這個地方這樣子 就得到這樣一個關係式子 那這邊這個呢 這個地方有 等於是有兩項 第一個是說 這個是它的在平衡的時候 電流等於0的時候 平衡的電位 然後這個是在交換電流 這是交換電流 然後這個等於是它 踏破Slow在這邊 這個等於是 在反應 電化學反應裡面呢 我們考慮到它的 反應 動力這一塊 從反應動力學裡面 大概可以直接求得到 類似像這樣子的關係 但這邊呢 我們多加了一項 等於是它的支傳校正 Mastering for Correct 這個 有在這邊支傳這邊的這一項 因為這邊我們 前面考慮到 表面濃度跟爆困濃度的差異這樣子 那這邊我們再把那個電極的 那個 內組算進去的話 那我們就得到這樣一個關係式子 也就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多考慮一下那個電極的內組 在這個地方 所以I乘上R在電極內組 看這邊 我們這個前面這個 右上角這個十方程 這個圖呢 實際上是一個理想狀況下 的那個計畫區 實際上不會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一個例子在這邊 在這邊呢 這個假設說我們這個電化學測量出來 這個電壓跟電位呢 或電流呢 有在 左邊這個圖 這個表上面這樣子 那我們把它畫圖的話 那個電極電位跟那個電流 這樣就得到這樣一個圖 那這個圖如果我想直接 就把它做成tuffle equation 直接把這個 那個 log的電流來做圖的話 那你就發現好像不太對 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 那這邊的話 我們看一下 就說這樣子我直接畫圖 這個時候呢 它這個電極的電位 就電極電位 對這個logI來做圖 那這樣子的話我得到一個連續的曲線 但是tuffle equation告訴我說 它這個應該是條直線 那 現在就很 很 很糾結就說 我要取 以這邊這一段 來取它的這個線性的關係 或是從中間我這邊這樣取一條線 或是到後面一點 這個跟我選取這個 那個 那個 那個電流的範圍呢 不一樣的話 我會得到不同的曲線 這個 那到底tuffle slope 哪一條才是對的呢 我們其實不太知道 那這個其實真 我們常常實驗會得到這樣子的關係 那這主要原因是說 真正的我們測試電話系統裡面 還包括電池內組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應該先把電池內組這一塊把它拿掉 在這邊 這個有的橫電位儀呢 它其實在測試過程中 它其實就會幫你測試到 這個整個系統的內組 甚至說燃料電池 比如說測試站 那那個的話 它有那個功能 會測試到 在量這個電位跟電流這個曲線的過程中 它也會量到電池的內組 這個整個系統內組 那你知道這個數字呢 你可以把它拿掉 但是我們也可以用一些線性回歸的方法 你既然不知道 它其實可以用線性回歸的方法 直接求出電池內組出來 如果說我們知道這個電池內組 我們前面那個式子 我們就把內組放到 那個等號的左邊這邊來 因為這樣等號的左邊來的話呢 這樣子的話就很接近到tuffle equation 所以在這個這邊的話 我們從前面我們就把這個電位呢 再校正一下 就是說假設 這個有些電位 這個地方呢 有些電位的損失 其實電位的變化 是因為電池內組造成的 那如果我們把它校正以後呢 那可能再畫圖看看 那這畫出來以後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粉紅色的這邊這個 那各位可以看到 整個這個線性的區域呢 就變得比原來那個呢 稍微長一點 在這個地方 線性區域就變得比原來的長一點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也許那個求出tuffle equation 就比較容易可以求得出來 在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R呢 是等於0.2Ω 在左下角這邊我把它寫R 等於0.2Ω 這樣帶進去 計算出來的結果 但是如果說你這個電極 如果說你這個測試 只測試到電極電位呢 只測試到這個範圍 就是從-1.2 然後一直測試到-0.4 到這個範圍來講的話呢 那在這個地方 那各位求得的話呢 等於是只有在這邊 這段沒有直傳的這個變化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 這樣你就直接可以得到 很好的那個線性關係 但是如果說你這個電極電位 還一直一直做下去 然後甚至包括直傳這邊這一塊呢 也都有做下去的話 那你就可能要 把這個直傳的校正 把它校正過來 這個地方 也就在後面 因為這個時候 後面這邊這一項 就後面這邊這一項呢 變得比較重要 那你把它做校正 如果沒有的話 你直接用i 這個i來做圖就好 但是有這個的話 你可能要把這邊 這個mars transfer這邊 都把它算進去 那這個im呢 這邊是直傳極限電流 在這個地方呢 其實從這圖上 大概可以推估 這個直傳極限電流 大概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 你在這個地方 你這個地方呢 它直傳極限電流 大概是等於在這個附近 這樣子 那在這邊 因為是對數的關係 所以是0 logi 也就是i呢 可能是等於1 你把它帶進去 如果說你把這個直傳極限電流 這個再校正帶進去的話 這邊再帶進去的話 那你就得到像這邊這個 就是在這邊我就多了一塊 把這個直傳極限都把它算進去 這樣的話我就得到 黃色的這邊這塊 不但內組校正了 那包括說直傳也校正了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完全就變了一條直線 當然這是理想狀況啦 這個計算 實際上大概也可以有 有些幫助 從這邊 這樣子的話你可以把 內組 還直傳這些問題 都把它拿掉 你會得到純的 Tuffle Equation這樣子 這是它其中一種應用 就是說 你從 因為那個 旋轉電極 就是它能夠控制直傳這邊 這一塊的 直傳速率 所以說從這個地方 你可以直接做這個 直傳校正 那就得到會比較好的 那Tuffle Equation 這個在早期 也相當的 做 但最近好像 這個好像 比較少 在這邊文獻上 比較少 用這邊這塊 那另外一個呢 我們這邊是想說 RD這邊呢 它其實可以計算到 一個它的反應的一些參數 那這邊的話我用 氧化 氧還原反應做 那個例子 因為氧還原 是在燃料電子裡面研究相當多的 我就用氧還原這個反應來做 例子來看 它怎麼來 看到一些反應的常數這樣子 這典型的那個電極 那個 那個 極化曲線呢 大概可以放在這邊 那這個可以 你看在400RPM 900RPM 這1600RPM 它這樣就可以算了 這個在不同的 轉速下面 它就可以得到這些極化曲線 那這個 這邊呢 真正那個氧還原反應呢 實際上來講 比我們一般的 普通一般的交合式上 看的比較 稍微複雜點 因為氧還原的話 它第一個呢 但是可能會直接 就是我們寫 就這樣經過這樣子 直接變成水 但實際上 它可能會從另外一個途徑 它會變成雙氧水 雙氧水再繼續 再還原變成水 也就是從那個雙氧水 是一個中間產物的 這樣一個反應途徑呢 這樣子的變化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它這個氧呢 它先直傳 它這個是直傳 JM1是直傳 傳到這個 旋轉電極表面上 那它可能經過 K1這樣子 這個反應途徑 電化學反應途徑 也可能經過K2 或K3 這個反應途徑呢 那個最後 全部的反應變成水 它也等於是有 這樣子一個現象 這樣子 那這個來講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 那這個來公式 一些應用的公式 怎麼導出來的 我們這邊看說 這個氧還原 那以氧這樣子 來做它的一個 那個質量平衡的話 它進來是 擴散進來 擴散進來 靠著JM1 但是它反應出去的時候呢 是一個這個 K1 還有K2這個反應途徑 把它消耗掉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呢 它的直傳 這個來講 JM1 當然我們這個 旋轉電極 我們就可以用旋轉電極 這個公式 這個disc electrode 然後這個是在bulk的 這個是在表面上 surface的 那這些東西呢 都是固定的常數 在這邊 這些東西 0.62 那個sd 那個dmu 這些東西都是常數 我們用z1來代表 在這個地方 sd是這個disc 就是那個disc的面積 那個就是疊電極的面積 這樣子 我們直接可以這樣來看 那這個是它的擴散進來的 那它consumption的話 它消耗掉是由K1 K2這個途徑 所以說這邊我們寫說 它consumption oxygen 有經過J1 J2這個反應 這個反應的話 反應途徑1 反應途徑2 這邊的反應途徑 我們就可以寫成K1乘上CO2 這是反應途徑1 它的消耗速率 抱歉這邊我寫錯了 這是K2 這是應該是K2 它的反應途徑兩個加起來 就等於是它的消耗 那質量 那個質量平衡來講的話 那所以說這個它擴散進來的 跟它消耗掉的量 應該是相等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就把上下這兩個式子 把它總和起來 我們就可以得到下面這個式子 這樣子 我們就得到下面這個式子 所以這邊這個式子 我們再重新排列組合 再加上CP跟COS 就是表面濃度跟 Spark濃度之間 就是那個有跟I 跟I-Limit這個東西 帶進去呢 我們就會得到這樣一個公式 也就在這邊這樣子的話 利用這個 它的這個 這個在這邊的 那個Materine Balance 這個關係式子 把這些東西 這些式子帶進去 我們就得到說 如果你把這個項目 這個I-Limit怎麼算呢? 這I-Limit就是在這個地方 它的量是多少 這直傳極限電流 在這個地方 當然可以當作 它直傳極限電流 帶進去 然後這個在不同的轉速下面 降畫圖 降畫圖的話 我會得到一條直線 那這個直線它的斜 它的應該交到同一個結局 那它的斜率呢 等於是這邊 那這個這樣子的話 Z1 實際上 這個Z1就等於這邊這個 我實際上就知道 是等於這邊 這些東西 是一個物理常數 那所以是這樣子的話呢 斜率我就可以算出 K1加上K2 那它到底是等於多少 我就可以計算出來 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神聖實驗出來的 數據 DATA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個 如果按照它這個式子的話 它的結局應該是等於1 各位可以看到 就差不多等於1在這個附近 然後它的斜率 從這斜率 我就可以計算出來 它的那個K1加上K2 這個反應常數 大概是多少這樣子 可是這邊 光利用這個式子呢 我們並不能把K1跟K2 把它分離出來這樣子 這個就必須要靠環電極 把它分離出來 在這邊我忘了講 在這個地方TMSA呢 它這個是 這個地方我是 這個不是靜在柳酸 這是一個新的 一種強酸 叫做Trifloemesensophonic acid 那個Trifloemesensophonic acid 它的分子結構大概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那個 這邊的那個 甲基這邊呢 它的氫呢 全部用氟化物來被取代掉 那這氟化物具有非常的陰電性 所以它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帶進去以後 實際上呢 會把那個 碳的電子呢 大概都搶走 所以這個地方帶的話呢 它幾乎是 非常強的酸 理論上來講 大概是硝酸的 一兩百倍的那個酸度 這樣子 所以在從這個地方 旋轉電極 它 Rotin Disc Elector來講 因為它可以控制那個電極的那個 轉速 控制它直傳速率 所以我們在這邊 從Triflo equation這些 我可以把它直傳 這個現象的把它拿掉 因為我在控制範圍裡面 我可以把它拿掉 那像氧環炎這特殊關係的話 我可以求得它的 一個基本的反應常數 隨著電極電位的變化 各位可以看到 K1 K2使用的是 一個反應常數 等於是Triflo equation 它應該是隨著電極電位的變 變化和變化 所以說在這邊呢 各位也就可以看到 我正在不同的電極電位下面 那個 算出來的結果 它的確會跟著變化 其實我可以把這個斜率呢 它對不同電極電位的變化 可以把它這樣畫出來也可以 這樣子 那詳細的K1 K2 要再分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靠 Rotating Ring Disc Electro 就是環 盤環電極才可以 那個把這個K1 K2 再進一步把它解析出來